這真的超蘿蔔的 我們現在很喘 因為我們就在走上坡 我們今天找了一家圖鏡 這間店是因為炭火燒烤而聞名 在皇后鎮算生意非常好的餐廳 今天一定要新定位 我們來吃很大份的樂園 還有一般的麵鹽 樂園 但是62塊 一家的麵鹽這個才可以吃 這樣這個是一塊錢 我們先試試看 這是可以一個四個 這樣子啊 這毛蝦檸檬 調味啊 這個調味鹹 這個 中間的肉肉 這樣就很鹹 它很香 但是有點鹹 這骨頭都可以啊 很好吃 真的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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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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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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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大便 吃個樂牌要大便 然後這間餐廳 然後清洗廁所 那不誰可以用 現在還有提供工業風格的嬰兒餐飲 太白某來 讚 我們吃醋完 現在給我們的盒子 我們要打包 打包 打包當中的晚上 或是每一天的早餐 那 早餐 今天要天一大早 從我們的房間看出去 就是超級美 天氣差好的皇后鎮風景 是不是風景如花 來到皇后鎮市中心的主要干道 然後才發現 哇 原來這邊都是波道耶 重點是 我們是推嬰兒車來 唉 好累喔 剛剛皇后鎮的第一天 昨天是移動日 然後今天 有兩個行程 早上先去奇異鳥公園 下午要去搭TSS的蒸氣船 然後我們剛剛一大早先去鎮上 吃了 好吃的派 我們在皇后鎮的排鎮 買了一個 拿鐵還有 鎮餅 然後這個要7.9 這個鹿 五塊 好像很便宜 兩個七分 看一下皇后鎮的鹿醬 隨便一間 鎮餅的價格 是不是覺得價格還蠻貴的 甜的話會有可頌麵包之類的 可以吃 一個大概是在四到六塊之間 好朋友樂派很好吃 一個大概是七到九六幣 蠻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往 第一站七一鳥公園出發 哎 忘記講了 就是 皇后鎮真的超落坡的 我們現在很喘 因為我們就在走上坡 然後有一台退車 可能在裡面睡得很爽 是吧 還好他們是友善的 壞了 像香港那樣就累死 對阿 香港就是很多階梯 然後又很多碎石 但這邊坡道是平寒的 七一鳥公園 這個很可愛 然後旁邊就是染車站 可以上去玩滑車的 但因為我們今天的行程 比較趕 因為下午的TSS是預約的 所以我們就明天再來 換滑車 進到園區中 感覺很像是原始森林 有非常高聳的植物們 還有很多動物也照顧得非常好 一個很可愛的樹 好可愛 哇賽 園區呢有很多武藏來步道 所以推延爾車來也很可以唷 並不過因為有些地方是歷史直路 所以可能要考驗一下你的推車輪子 夠不夠力 園區有提供中文的語音導覽 一定要借唷 第三天來到園區最後面的奇異鳥小屋 因為奇異鳥是夜行星動物 所以沒有辦法在裡面拍照或錄影 那就在外面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長相唷 還有很多在扭西漢才可以看到的鳥 真的非常值得來參觀 抱歉 嚇死我 第一次跟毛利人的相遇 嗨 他臉很傻眼 最後還推薦你們一定要來看動物表演秀 遠方會介紹許多的動物 包含爬蟲類、鳥類們 都會跟觀眾近距離的互動 我會介紹會吃奇異鳥的害蟲 附屬 最後會拿出奇異鳥的標本讓大家看看 還有奇異鳥的蛋很重 有500公克那麼重 可以實際拿它看重量喔 軟眼截除後奇異鳥的標本還會放在前面 看看小松露69公分的身高 跟30公分左右的奇異鳥 真是超磨身高差啊 下午的行程我們預定了下午1點的百年蒸汽船 SSN4羅號 床邊的上層跟下層 上層有兩邊的座位 右邊是一般座位的 推薦你們可以直接走到左邊 因為有小酒吧還有免費的水可以吞 最重要的是在海上鋼琴師 讓你可以邊遊船邊聆聽 鋼琴人要唱音 來 蒸汽船行駛前 會有人讓煤炭加進去熔爐裡面 製造可以去動蒸汽船行駛的動力 想要更近距離的欣賞機械式的 可以直接走到下層 如果想要好好拍照的話 建議可以到下層來 因為下層的走到甲板上面 人會比較少 可以好好欣賞WAKATI湖湖的美麗 聽聽湖湖上面的蕩聲 感受糊糊的寧靜 下層也有室內的座位 不過因為我們帶寶寶的關係 有娃娃車在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娃娃車搬下來 船下層的另外一邊是 蒸汽船的蕭蕭博物館 這邊可以看到許多蒸汽船的歷史照片 透過小小圓圓的窗戶 也可以看到 旁號正WAKATI湖的景色 我們剛剛拉這座船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那邊吃 就是午餐 我們進來了 剛剛他說我們必須要先在這邊等 然後很多貼心 小松露的座位 還有一個畫質 然後又給了一個寶寶 可以用的習慣麵子 在我們吃飯之前 想說先餵她的寶寶桌 所以我吃蕭蕭 我現在在大便了 要挖臉 欸 準備打麻煎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buffet 肉類都蠻好吃的 長得蕭蕭沒有像台灣一樣那麼多樣 但我覺得 整體吃起來的品質不錯 對不對 對啊 烤乳豬好吃 而且烤乳豬好吃 而且一定要夾那個 就是脆皮很好吃 但是有點油 就是沒有辦法一直吃 但是真的很好吃 看一下我們現在的地方是在哪裡 哇 吃飯就面對這 不是超累 在湖景餐廳 很漂亮喔 然後我們也就是很鬧的小孩 大了兩四十 最後一個行程是來看別羊剃毛秀 嗯其實這個在清淨農場好像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 我是覺得沒有特別 好玩 但可能其他國家沒有吧 所以其他人看的還蠻有趣的 另外還有木羊球秀 這隻狗狗超級穿運動 穿完別羊球就準備去搭船囉 我還蠻推薦這個TSS蒸汽船的行程 透過不同的角度 可以欣賞皇后真的美很漂亮 可惜的就是 整個行程有點略感 像是在吃BBQ的時候 比較難有充裕的時間吃完 因為還要接著動物表演秀 有點可惜 反正如果你都去過清淨了 那我覺得 真的可以把綿羊秀省略 就是好好的把咖啡吃完 然後在農場裡面拍拍照會更值得 吃藥這麼勇敢喔 是因為在船上的關係嗎 如果可以也建議可以在傍晚的時間來搭船 夕陽十分很漂亮 但如果是往上的話 灰塵可能就是黑漆漆一片就是了 最後回到房後鎮鎮上 他普遍走走還有街頭藝人的演唱 我們今天來買世界上最好吃的漢堡 我剛剛的大概15分鐘 外帶的 超大 點一個經典的口味 然後加切仔起司 漢堡子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 我們直接外帶回飯店 到我們的飯店 在斜坡上 他在推推車 這坡超級多 因為我們的祖宿 在那裡 這裡 好累 這是我的Burber 你不能吃 吃夭夭 你好棒喔 越來越會吃夭夭的